那就去死吧 适可而止吧 你还真想要了他的命不成 要了他的命也不是不可 师父是不会责怪我 把事搞大了 对大家都没有什么好处 下次再落到我手里 就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你了 这脾气也有点太饱了吧 保重吧 方才多谢了啊 这传音预警给你 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千万别客气 第九十三次了 可算练成了 保璇没把这个炉子给炸了 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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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鸡丹丹方 请向那儿 多谢 客气什么呀 每次来你都备下这许多灵果 瞧他俩都吃胖了 大元二元 走了走了走了 今日怎么这么急 程师妹约我一见 最近这个程师妹啊 对我突然变得很热情 可能突然潮起到最小的优秀了 不和你说了 我得去准备准备 走啦 不不不 主子 这助鸡丹可是一瓶灵丹 以你现在的水平 十有八九成功率不高 郭总 你 不过办法 总是人想的嘛 怎么说 怎么说咱们现在离猪鸡 就用一步之咬了 可鸡可喝 知不定这倒是个法子 用灵业来补足灵气 不愧是主子想出来的好麻烦 终于可以冲击住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和主子 成功注击 还不够 短短数月 进展神速啊 比我预想的节奏 还是要慢些 主子你们在没 好像有股血腥之气 这是 大猿 大猿腹部的伤口 显然是被人用手生生撕裂 这是有人取了他的内担 他应该是跑出来通风报信的 强称之子 力竭而亡 成贤有危险 那怎么办 救不救啊 成贤带我赤手 要救 为了成贤射险 有点不值吧 而且你现在修为有限啊 别忘了 我不是一个人 小河子 小河子 是他